欢迎来到我们的《华尔街网报》节目 今天的新闻重点包括 首先 英国新任文化大臣丽莎 南迪宣布将结束文化战争时代 并致力于推动更积极和包容的国家文化 她强调文化部门在这一使命中的核心作用 接着 我们关注到北约迎来75周年 美国在欧洲的军事领导力面临多重挑战 包括来自俄罗斯 中国和其他地区的威胁 强调了美国持续领导的重要性 最后 参议院拨款委员会达成了明年预算的协议 计划增加国防和非国防支出 但这一举措将面临众议院的强烈反对 预示着一场激烈的预算之争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Guardian 在她首次作为文化大臣的演讲中 丽莎·南迪承诺文化战争的时代已经结束 她表示 她的部门将致力于反映 英国更积极和不那么分裂的愿景 南迪强调 长期以来 关于英国的叙述未能反映许多人及其社区的生活 这助长了极化 分裂和孤立 她提到 在14年的保守党统治下 有12位文化大臣花费大量时间与BBC和国家信托等机构争斗 南迪希望通过庆祝英国文化和故事 而不是与机构对抗来实现更包容的文化 她还分享了一个故事 讲述了维根的妇女们去曼彻斯特观看一出 关于1980年代矿工罢工中妇女角色的戏剧 她们在看到自己的故事被重新讲述时的激动反应 南迪表示 她的目标是通过投资基层体育 和支持有才华的工人阶级年轻人 来庆祝和弘扬社区的多样性和丰富遗产 Wa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 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NATO成立75周年之际 评估跨大西洋联盟的价值 及其应对挑战的能力尤为重要 最近访问美国空军在欧洲的行动时 我问空军人员为什么美军在欧洲 他们的回答得揭示了 我们面临的挑战正在增加 并且这些挑战最好通过继续的美国领导来应对 面对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 非洲日益增长的不稳定以及中东的冲突 NATO需要更强的防御能力和合作 美国的军事存在不仅有助于保护全球利益 还能确保美国公司在全球的运营安全 空军人员认为加强与NATO的合作是应对这些威胁的最佳方式 NATO成员国需要增加投资并展示部署能力 以应对不断演变的新技术和威胁 通过加强NATO 美国不仅能保护自己的利益 还能通过领导军事销售和增强国内制造业基础受益 Yahoo US 华盛顿消息 参议院拨款委员会的顶级民主党和共和党议员达成协议 明年将国防支出增加约3.4% 非国防项目增加2.7% 这将与众议院追求的较低支出发生冲突 根据拜登总统和前议长凯文·麦卡锡去年达成的协议 2025财年的国防和非国防项目支出将分别增加1% 然而 参议院的协议将为非国防项目提供额外的135亿美元紧急资金 为国防项目提供210亿美元的额外资金 众议院共和党则追求更严格的预算 仅允许国防支出增加1% 但对非国防项目进行大幅削减 参议院民主党人坚持非国防项目也需要类似的增加 以应对通货膨胀和其他紧迫需求 两党之间的分歧可能导致漫长的预算争斗 并可能需要临时支出法案来维持政府运转 直到选举后才能最终通过 Reason Foundation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的顾问委员会 最近对MDMA作为治疗精神健康问题的潜在药物提出了批评 引发了一些耸人听闻的报道 然而这种夸张的报道是不必要的 尽管FDA的药品监管程序复杂 MDMA的临床试验与其他药物试验类似 现有的FDA程序可以确保其成功上市 过去几年中 MDMA作为治疗创伤后 应激障碍PTSD的潜在药物 获得了FDA的突破性疗法认证 多学科精神药物研究协会 MAPS和Lycos Therapeutics公司完成了三期临床试验 结果显示MDMA的治疗效果显著 然而FDA顾问委员会认为 证据不足可能会导致FDA在8月份的最终决定中 拒绝MDMA的批准 MAPS主席Rick Doblin认为 FDA仍有可能批准MDMA 因为FDA有一套安全评估和风险管理程序 尽管科学界对迷幻药物试验的争议 可能需要多年才能达成共识 但目前迫切需要新的治疗方法 纽约时报 拜登政府宣布将拨款高达16亿美元 用于开发新技术 以包装计算机芯片 这是美国在人工智能等领域 保持领先的重要举措 这笔资金是根据2022年通过的CHIPS法案授权的 用于帮助公司在芯片之间的数据传输和热管理方面进行创新 商务部副部长Laurie Lacazio 在旧金山的年度行业会议上宣布了这一消息 呼吁公司申请高达1.5亿美元的研发项目资助 CHIPS法案获得两党支持 指在投资520亿美元推动国内芯片生产 解决美国对亚洲芯片厂的依赖 特别是对台湾半导体制造公司TSMC的依赖 芯片包装过程将成品芯片附着在基板上 并用塑料封装 这一过程在美国的依赖性更为明显 拜登政府希望通过这一举措 减少对外国公司的依赖 增强美国在高性能计算和低功耗电子产品方面的竞争力 美联社 白俄罗斯正在靠近波兰的边境地区 与中国军队进行联合军事演习 这是两国防务关系日益紧密的体现 这次为期11天的演习名为英习2024 在布列斯特地区的一个射击场进行 正值北约在华盛顿召开峰会之际 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与俄罗斯保持紧密关系 并寻求与中国建立更密切的联系 卢卡申科因在2020年大选后 对反对派的残酷镇压 而在西方国家中成为建民 西方对白俄罗斯实施了广泛制裁 他还允许俄罗斯使用白俄罗斯 作为2022年2月入侵乌克兰的集结地 并在2023年将一些战术和武器 转移到白俄罗斯 白俄罗斯国防部表示 演习期间 白俄罗斯和中国军队将进行空降突击 渡河和城市战斗等训练 中国国防部表示 联合训练旨在增强参训部队的协调能力 深化两军的实际合作 白俄罗斯上周加入了 由中国和俄罗斯主导的上海合作组织 加强了在中亚及更广泛地区的安全合作 美联社体操运动员立为邓恩宣布 将回归路易斯安娜州立大学 LSU第五年 他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自己还没有完成 这一决定让这位大学体育界最具市场价值的运动员之一 回到了刚刚赢得首个全国冠军的老虎队 21岁的邓恩在Instagram和X上发布的视频蒙太奇中 阅读了一份声明 表示无论场外有多少机会 他对LSU和这个创造学校历史的团队有一种特别的感情 LSU在新闻稿中也分享了这一消息 邓恩表示他在上赛季重新找回了对这项运动的热爱 上赛季邓恩参加了9场比赛 主要在高低杠和地板项目中表现出色 并在NCAA菲耶特维尔地区赛第二轮中两次获得9.900的高分 他希望展示自己在多个项目中的多样性 邓恩的学术成就也非常出色 包括四次入选东南联盟和女子大学体操协会全美荣誉 他表示尽管赢得全国冠军是一个伟大的团队成就 但他觉得自己作为个人竞争者还有更多可以奉献的东西 邓恩将与NCAA全能冠军海力布莱恩特 塞拉巴拉德 蔡斯布罗克和阿廖纳谢尼克娃一起回归LSU 日经亚洲 日本餐饮企业正在蒙古扩展业务 随着对中国煤炭出口的增加 蒙古经济增长和消费者在外就餐的支出也在增加 在蒙古首都乌兰巴托的日本快餐连锁店集业家 一位正在用餐的女士表示她喜欢牛肉饭 偶尔会来吃 牛肉饭配味增汤和黄瓜小菜的价格为17000图格里克 约6.50美元 一位顾客表示这个价格在首都商业区的午餐中算是划算的 吉野家控股公司通过特许经营在2022年开设了第一家蒙古分店 提供适合当地人口味的菜品 如羊肉饭 随着鸡肉照烧饭和炸鸡饭在当地的受欢迎程度增加 该连锁店已扩展到三家分店 长野县的拉面 餐厅运营商竹三也在乌兰巴托经营两家 特许经营店 强调长野美食 桌上摆放着来自铜县的老字号香料制造商 八番乌鸡五郎的七味香料 蒙古经济正应对中国煤炭出口的增加而扩展 2023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7% 乌兰巴托正经历建筑热潮 尽管人均GDP仅约5000美元 但能够负担外出就餐的中产阶级正在增加 日本企业在蒙古有一定的存在感 包括自1990年代以来的移动运营商KDDI 尽管如此 截至2023年3月 日本企业仅占蒙古直接投资外国企业的5% 远远落后于占总数54%的近5000家中国企业 和占16%的韩国企业 日本企业在蒙古取得成功的关键在于找到可信赖的本地合作伙伴和拥有特殊优势 以避免与中国和韩国竞争对手进行价格战 日经亚洲 日本对单一国家通常是中国的进口依赖程度远高于东京七国集团G7的其他成员国 政府白皮书显示 周二发布的报告分析了2022年日本、美国和德国 以及整个G7进口的约4300种商品贸易数据 他应用了赫芬达尔、赫西曼指数、HHI 该指数用于衡量市场集中度 某一产品的指数超过50意味着一个特定国家占该产品进口总量的一半以上 日本在近40%的产品上 HHI指数超过50 这些产品包括电脑、化学品等 相比之下 G7整体约为5% 德国约为10% 美国约为20% 单一供应商通常是中国 尤其是日本 其中中国在价值上占比超过50%的产品有1406种 占研究的约4300种产品的30%以上 美国在252种产品上是日本的主要供应国 韩国排名第三 有151种产品 美国有567种产品的HHI指数超过50 而德国的这一数字甚至更低为221 对中国依赖度较高的产品包括笔记本电脑、空调、有机化学品和稀土金属 贸易数据显示 超过90%的日本家电进口如笔记本电脑和洗衣机来自中国 中国也是肥料关键成分0的主要供应商 日本在多样化供应方面也落后于G7同行 衡量标准为没有一个国家占进口总量的多数 且至少有4个国家供应该产品 G7整体约有2%的产品符合这一描述 德国约为60% 美国约为40% 而日本这一比例仅为20% 日本已制定了一份关键商品清单 这些商品在《经济安全法》下受到政府支持 以确保供应稳定 政府正在为一些关键商品的储备和生产能力建设提供援助 东京还与西方国家合作 制定政府补贴和采购标准以确保供应稳定 各国正在努力减少对中国的依赖 日本和美国正在与涅生产国菲律宾 形成经济伙伴关系 美联社报道 西蒙·拜尔斯和美国女子奥运体操队的其他成员 不需要被提醒三年前在东京发生的事情 因为几乎所有人都亲身经历了那段难忘的两周 拜尔斯现任奥运全能冠军孙一仙 2020年奥运会银牌得主乔丹·齐尔斯 和2020年自由体操冠军杰德 凯里都在那座几乎空无一人的东京体操中心内 经历了改变他们职业生涯的时刻 如今他们年纪稍长 拜尔斯27岁 凯里24岁 齐尔斯23岁 孙一仙21岁 他们渴望在巴黎奥运会上实现自我救赎 拜尔斯在日本成为了奥运会的面孔 但离开时却没有带走预期的金牌 而是引发了关于心理健康与体育交集的讨论 孙一仙在拜尔斯退出多个决赛后意外夺冠 但他也曾质疑自己是否真正赢得了胜利 凯里带着金牌回家 但承认以个人身份参赛感觉很奇怪 齐尔斯珍惜美国队获得的银牌 但也承认自己在比赛中表现不佳 他们都希望这次能有一个不同的结局 巴黎奥运会不仅仅是娱乐 他们是一个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商业活动 带有政治色彩 霹雳舞将在巴黎奥运会上首次亮相 美国女子体操队希望赢得团队金牌 而未免冠军俄罗斯因乌克兰战争无法参赛 使得美国队成为夺冠热门 巴西、法国、中国和英国都有可能登上领奖台 拜尔斯表示 他每天都选择在体操馆里努力训练 只为证明自己仍然能够胜任 自从去年夏天休息两年后回归以来 他赢得了第六个世界全能冠军 并不断推动体操运动的发展 拜尔斯在2023年与芝加哥熊队安全为乔纳森、欧文斯结婚 他表示这是否是他最后一次参加奥运会 还未确定他和美国队希望尊重 带领他们回到这个独特舞台的团队 俄罗斯男子体操队也无法未免奥运冠军 这使得中国和日本将在巴黎竞技场争夺冠军 日本队由未免全能冠军 乔本大徽领衔 他在过去三年中巩固了自己 作为伟大体操选手 内村航评接班人的地位 美国男子体操队希望 自北京奥运会以来首次登上领奖台 他们在去年世锦赛上获得第三名 20岁的弗雷德里克·理查德认为 巴黎奥运会可能只是一个开始 美国女子体操队是现代奥运历史上首制拥有多位 全能冠军的队伍 拜尔斯的回归几乎是板上钉钉 而孙艺先的道路则坎坷得多 他在过去18个月里 因肾脏问题导致体重大幅波动 训练受限 甚至曾告诉长期教练他准备放弃 但最终他和医疗团队成功控制了病情 为巴黎奥运会打开了大门 拜尔斯的存在也减轻了孙艺先的压力 他希望在平衡目项目上获得金牌 这个项目展示了他非凡的优雅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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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